时隔一年北京时间的10月28日凌晨 英特尔终于为玩家们带来了号称地表最强的桌面端处理器 12代库瑞 Elder Lake S 其中首发涵盖了旗舰旗的i9-12900K、i9-12900KF 次旗舰的i7-12700K、i7-12700KF 以及主流的i5-12600K、i5-12600KF等6款产品 同时也带来了多种技术变革以及技术创新 至于详细的情况,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首先是制程方面 英特尔为其身积蓄了10nm ESF 而目前这项工艺也被称之为英特尔7 基于此,12代库瑞集成了最新的X86内核 也首次启用了全新的混合架构 也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大小核设计 其中大核为主导性能发挥的性能核、P核 采用了Golden Code架构 主要针对于游戏以及生产力工具的重负载大型软件 另外英特尔还表示 Golden Code性能核也是英特尔有史以来构建了性能最强CPU内核 相比于11代库瑞Rocket Lake 性能直接提高了16% 而相比10代库瑞Coming Lake更是有着28%的性能提升 而小核则是侧重于性能表现的能效核、异核 采用了Grace Moonter架构 主要增加了其多线程吞吞吐的承载能力和后台管理 但需要注意的是 相比于10代库瑞Coming Lake 这颗小核就已经达到了同等水平 甚至还要略胜一筹 所以看见这颗小核其实并不小 性能也足够强劲 而为了能让高性能混合架构与操作系统之间的无缝协作 英特尔还在Windows 11系统的基础之上 开发了硬件线程调度器ITD 其可引导操作系统在合适的时间将恰当的线程置于相应的内核上 从而确保这两种全新的内核微架构无缝衔接协同工作 而更年英特尔表示 基于此设计 在峰值功耗下 i9-12900K的性能将比i9-12900K提高50% 而在同等性能下也仅需不到四分之一的功耗 至于具体的规格方面 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 首先是旗舰款i9-12900K 其余8个性能核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24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5.1GHz 最高锐频5.2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为2.4GHz 最高锐频3.9GHz L2机缓存为14MHz L3机智能缓存为30MHz TDP功耗为125W 最高功耗241W 然后是次旗舰i7-12700K 其余8个性能核加上4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2核心20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4.9GHz 最高锐频5.0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2.7GHz 最高锐频3.8GHz L2机缓存为12MHz L3机智能缓存为25MHz TDP功耗125W 最高功耗190W 然后是主流型号i5-12600K 其余6个性能核加上4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0核心16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3.7GHz 最高锐频4.9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2.8GHz 最高锐频3.6GHz L2机缓存为9.5MHz L3机智能缓存为20MHz TDP功耗125W 最高功耗150W 而余下的i9-12900KF i7-12700KF 和i5-12600KF等三款 则依旧是没有配备核显 但规格参数和对应的CPU类似 所以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价格方面 旗舰款i9-12900K 售价4998元 i9-12900KF 售价4698元 次机舰i7-12700K 售价3198元 i7-12700KF 售价2998元 主流型号i5-12600K 售价2298元 i5-12600KF 售价2998元 而在游戏性能方面 从目前英特尔基于Win11所公布的测试数据来看 在全面战争传奇特洛伊 杀手3 孤岛惊昏6的游戏中 i9-12900K相比i9-11900K 平均拥有23%到28%的性能提升 而相比AMD的R9-5950X 其性能提升幅度最高可达30% 同时在应对剪辑渲染等内容创作领译时 12代库瑞的照片编辑性能提升了36% 视频编辑性能提升了32% 而多帧渲染速度更是获得了100%的翻倍提升 不然隔壁的库克看了 有没有抱着自己的M1 Max反复思考呢 除此之外 12代库瑞的所有产品都将会使用全新的LGA1700插槽 并支持PCIe 5.0以及DDR5内存等多种功能 而针对DDR5内存 其基准频率已经来到了4800MHz 同时也引入了最新的XMP3.0技术 相比此前的XMP2.0提供了额外的配置文件 包括全新的可重写自定义配置文件 和灵魂的内存超频调优配置文件 而这些升级无一不再证明着 12代库瑞将会完全配得上地表最强CPU的称号 当然要享有这些体验 搭配12代库瑞就需要更换新的主板 三热器内存 甚至是升级Windows 11系统 而这些情况 超级客将会在11月4日的首发测试视频中 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所以请持续关注 但看得出来 自从英特尔换任新的CEO之后 可谓是一路高个猛进 从公布IDM2.0计划 到改变制程命名方式 再到如今的12代库瑞 无一不再说明着 那个最为熟悉的英特尔 它已经回来了 视频的最后 让我们再次高喊那句话 感谢英特尔 让我们用上了更便宜的AMB 英特尔 Yes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再见